是要的 感覺我不知道他怎麼拍 他有那種地朝櫻府之類的 他有很多場景 又山上 然後又不知道哪裡哪裡 對 我就一直在好奇 我在想像那個畫面是怎樣 會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字幕 我唯一不懂的就是台語 就是他裡面有台語的詞 我想什麼東西 你敢不丟什麼的 我想是什麼 要丟什麼 我去查 裡面有一些台語 所以就學了很多台語 你要很能想像你對這個空氣講話 但這是有情緒的 我覺得這蠻難的 而且你還要去學習如何不擋到別人的光 怎麼讓這個機位和那個機位 你要怎麼去站好那個位置 這些都是對我來說很新鮮的事情 我們有上動作訓練課 但是一定會傷到對方一點點 我覺得是個很好的經驗 因為把我們私底下的內面展現出來 我們私底下就是很愛打架 我覺得我們演得很自然 那就是我們的平常 因為我在裡面是飾演一個很常揍人的一個人 最難的就是你要怎麼樣去 讓鏡頭看起來很真實 但其實你不能真的傷到他 那個平衡要拿的 不然你真的一下打下去的邊緣 但我沒有受傷 你看很累 手會很累 還有喉嚨很累 因為為了螢幕的效果 你要有聲音嘛 所以那個聲音超累 所以拍打戲最難的不是要打 而是你要叫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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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